你好,歡迎來到愛上一問,我是Merlin老師 而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別忘了按讚和訂閱喔 嗨,歡迎來到BOXINGERS,這是Merlin 今天要來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圈圈,圈圈到底在英文裡面代表什麼的意思 比方說兩個的圈圈叫office of origin on older,圈圈甚至還可以代表軟或淡 但兩個加在一起可能就不太好聽了 那這是兩個圈圈的意思 三個圈圈呢 三個圈圈也跟剛剛的office和older有關係 比方說out of office out out代表出去的意思 out of order 所以出去的older 這個older沒有秩序了 出去的秩序就是沒有秩序了 那同時older還可以看到這個秩序的時候 機器沒有秩序它就是出故障的 老師倒是蠻好奇的 剛剛講的office of origin 這個發暴局 發暴局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看 查了一下發暴局的意思啊 在這邊發暴局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裡面呢 它代表的是這幾個的字 甚至也是圈圈圈 可是還是不清楚到底發暴局還是什麼意思 所以老師就去查了一下 在Collins全世界最好的這字典裡面 查了office of origin 但是還是沒有這個字 Marian這個字典 那外國人比較喜歡稱呼它叫Webster字典 也沒有 Macmillan這份字典也沒有 最後我又回到google在這邊再查了一次 後來發現到在這邊 Society這個的地方呢 它就是發現到了一個的這個的單字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底下有一個 它又叫做creating office originating office 他說 the corporate body of an administrative unit in which a group of records is created overreceived an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a business 所以重點就在這是一個 收集這個紀錄的 或者創造這個紀錄啦 或者是收這個紀錄啦 那再就是去當作情報的意思啦 好像有點像是我們的手法式 希望你愛上英文 喜歡今天的節目 別忘了按讚和訂閱喔 如果你想進一步學習英文 歡迎留言與我們聯繫 See you next time